刚刚沁南哥有数十亿市值的公司 我这有一张信用卡 透支额度60万 并且没有密码的信用卡 如果有一个人只问你借25块钱 而你身上没有其他的零钱 只有一张信用卡 你会不会借给他 如果是你的家人的话 你会不会借 会对吧 如果是朋友的话会不会 会 有人说不会有人说会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 而且是一个乞丐的话 你们会不会 大家都在摇头 对 很多人心里面会说 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 甚至还会说 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问题 但是 这样一张信用卡 我们为什么会借给家人 是因为我们相信 因为相信当中有血缘关系 借给朋友 是因为我们相信朋友的勤奋 但是如果借给一个陌生人 我们能相信什么 如果借给别人 他不还 岂不是亏大法了 60万啊 没有密码 在中国人的逻辑当中 甚至还会做一件事 为那个陌生人担心 他只是借25块钱 给我一张60万的信用卡 是不是另有所图 在中国人的语境当中 就变成了一种 鹅人和帕贝鹅之间的挣扎 但是 这样一张信用卡 和一个乞丐的故事 却真实地发生了 美国纽约 有一个高管叫做哈里斯 他和朋友要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 他在门口等待 他的朋友的时候 看到了一位流浪汉 流浪汉 特别战战兢兢地 开始自我介绍 说 你好 我叫瓦伦丁 已经失业三年了 我能不能借你一点点零钱 我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他就这样 特别期盼地 特别哀怨地 看着哈里斯 哈里斯动了侧影之心 开始搜寻 但没有找到一分钱 只找到这张 没有密码的信用卡 他开始犹豫 流浪汉看出哈里斯 有些难没情 他小声地说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能不能把这张信用卡 借给我 十分钟 哈里斯心中一颤 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把这张信用卡 借给了流浪汉 但过不了一分钟 那个流浪汉又回来了 他说 我想多买一包烟 可以吗 哈里斯同意了 但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哈里斯 从原来的忐忑 变成了一种追悔莫及 我为什么会相信 一个陌生人 把没有密码 六十万的信用卡 借给他 朋友也开始骂他 你怎么随随便便 相信一个陌生人啊 你也是疯了 他们两个特别淡然的 特别无语的走出了餐厅 但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那个流浪汉就这样 静静地 恭敬地 等在了餐厅的门口 当看见哈里斯出来的时候 他把信用卡献上 然后说 我一共买了两桶水 一些生活的洗漱用品 和一包烟 你核查一下 二十五美金 哈里斯这时候有些激动 甚至是握起他的手 说谢谢谢谢 而这个流浪汉感到诧异 明明是你帮助了我 你说谢谢 哈里斯拽上流浪汉 就去了纽约邮报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纽约邮报的主编 第二天报纸上 刊登了这个信息 有一百多个读者 愿意去帮助 这个诚实的流浪汉 甚至有一家 航空公司的老板 愿意给他一个职位 让他成为空中的服务员 这就是在美国 轰动一时的流浪汉 如数奉还信用卡的故事 或许说 这样的事件很少很少 我们甚至有些不相信 但是就是这样一种 诚信和诚实 换来了是六十万的幸运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都没有这样六十万的幸运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 我们生活当中的 相信与不相信 信任到底价值几何 对于流浪汉是六十万 对于我们 恐怕是沉重的扣问吧 不知道为何 最近我们经常听到 扶老人被讹的事件 七月四川旁舟 八月陕西汉中 九月安徽淮南 一次次的事件 无论是撞美撞额没额 总会听到一个奇妙的逻辑 你不撞人 你为什么去救人 你不撞人 为什么你拨打120 你不撞人 你为什么送他到医院 还垫付医药费 罗生门的事件 演绎了千万种 逻辑却是始终的单一 它本质就是 我们内心的不相信 因为我们的不相信 所以我们失去了 是一条条 可以被我们拯救的生命 博山的小月也记得 也正是我们的不相信 使得一场判决 扭曲了我们的道德示范 南京的彭与岸都记得 它让我们的人心 至今悬而未决 因为我们的不相信 使得我们每一次 都人人自保 然后人人自威 然后人人自伤 让善良 在良心与罪恶之间 徘徊不定 在冷漠与麻漠之中 越陷越深 是时候 咱们是时候 要为这样的 不相信的绑架松绑了 信任有那么难吗 中国人说 人无信则不利 说的是 信任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是一种本能 而在西方 圣经当中专门记载了 塞玛利亚人 去救助他的仇人的美德 信任是一种信仰 而塞玛利亚人 这样一个称呼 专门命名了西方的 好人法 好人法要保障的 就是那些贱义勇为者 要惩罚那些贱死不救者 在这里信任是这个社会的 秩序与法则 本能 信仰 法则 本能是我们人心本出的善 信仰是我们人心汇聚的爱 而法则 需要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任 都牢不可破 坚不可摧 也只有这样 那样一个叫做 不撞人就不会救人的逻辑 才不会有机可乘 也只有这样 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 才不会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 回到一开始那个故事 相信不是每个人 都有一张六十万的信用卡 但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叫信用的通行证 它没有密码 没有那些猜疑的密码 但它 可以让我们在人心向善的道路上 畅行无阻 让上善若水的爱 广阔离家 谢谢